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今年呢 又有超过1500家的企业一起来参展 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为什么大家想要来 原因是因为这边真的有钱赚嘛 所以呢 就看到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 大家纷纷的进驻 企业的这些展面积 企业展面积呢 也创下了新高 里面呢 有72个国家 还有这个组织 他们一起来展示 同时呢 有3400多家企业来参展 大家都在讲 这里希望能够做成生意 所以大家才会来 也因为这边有生意 有钱赚 你也看到了 有很多的领袖 他们是直接来到这边 来帮忙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 包括了谁 包括了爱尔兰的副总理 包括了这一位赛尔维亚的总理 以及古巴的总理 最受瞩目的就是他 爱班尼斯 多次都已经在讲了 说爱班尼斯什么时候要来 这一次真的即将准备访华 泰国则是派出了他们最大的一个规模代表团 美国也有派人来哦 美国是农业团来访中 现在说是七年来的最大规模 那当然啦 这次他们来到这边呢 就是希望能够好好做生意 因为过往来说 在过去一年 真的中美之间有太多的变动了 那可是农业大国他们也需要中方这边 帮忙多下订单 因为他们看到了澳洲确实 这几年来就有一些明显的变化 澳洲总理即将要访路 澳洲媒体讲的讲法是 他会见到习近平 还有李强 时间点呢 有可能是先见习近平 然后之后呢 跟人大的委员长赵日记见面 之后还会再跟李强会面 同时呢 他们也来讲说 现在大家都着眼于是不是治疗旧伤 因为在上一任政权的时候 真的中澳之间有太多贸易上面的一些 彼此不是那么开心的地方 现在希望藉由爱班尼斯一次 把他通通补回来 好 目前呢 也看到了 美国派人来之后 中美之间的友好氛围 是不是会越来越浓厚 因为呢 习近平他在第五届的 中美友成大会里头 特别致性提到 中美关系呢 其实在民间 在于人民友好 这里面就说了地方交流 必须要持续来做 而之后呢 也看到了 美中之间是不是真的 是从民间开始 原因是因为美光先前呢 不是讲了吗 在中方这边希望呢 对他有更多的理解 来了解一下你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说已经获得了免死金牌 原因是因为王文涛有说要欢迎他继续在中国市场扎根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好的氛围是不是能够持续一直到十一月十七号的 原因是现在也看到了 陆港有四家企业再一次的被美国制裁 理由是因为他们帮助俄罗斯 所以呢 又制裁了 包括了航天啊 或者是制造业以及科技业等等等 王文斌当然回应就是再一次的会采取措施来维护权益 只是美中之间一来一往 有好的有不好的 大家都在问 如果是之前北京已经讲了 必须要释出善意 那这样来看的话 美国的善意在哪里 请教教老师怎样来看 这一回上海的进博会即将要登场 很多的国家基本上来 就是因为这边赚得道歉 这是第六届 从就是明天5号到10号 时间并不长 但两大部分 我们通常比较关注它那个展览会 3400个企业 然后大概来自于154个国家 成交过去可以成交到3500亿美元 这个当然第一个是一个考验 因为今年的这个就是疫情之后的经济的真正的付出 然后前面一段第二季的时候 全世界对中国的经济有一些质疑 尤其是内需消费的这个层面 现在然后到第三季的时候 IMF这个盖章确认 就是中国经济会不错 今年会达到5%以上的成长 但是这个进博会就会考验 但我觉得应该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数字 这个只会增加 另外一块其实大家要比较少 另外一块叫做虹桥润潭 所以这些政治领袖 还有一些世界500大企业的CEO也都来 是参加有大概22场的这种论坛会议 所以它不是只有一个 就是说卖东西的这种展览会 它其实也是一个论坛 也就是叫做中国经济 跟世界经济的这个论坛 那它的论坛之后 10号的时候会出一本这个报告 叫世界开放报告 也就是说这个开放 跟中国大陆跟各个国家的 这个经济开放的这个报告 2023 那已经有一点在引领 这整个就是全球 不只是一带一路 全球的经济跟投资贸易的重心 你看到以前我们讲 世界经济论坛 或者是许多国家的什么汽车秀 像最近刚结束的东京的车展等等之类 一方面做生意只是做生意 论坛是论坛 它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载体 有这么大 而且它就是进口 它现在不是在讲出口 就是你东西卖给我 你要来3400家都是外国企业 所以进口的这一些企业来展现 他们的这个商品 然后中国的这个买家 来这边做选择 然后去谈以后的这些 同时也谈一些真正的这个生意 从政治经济到 一些企业层面这个论坛 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规划 已经到了第六届 我觉得世界媒体 没有给予它应该有的重视 这是很可惜的 但是在今天的世界经济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一大堆你看欧洲 然后中东地区战争战争 人道危机 美国现在鸵鸟窝的洞里面 然后准备它的这个 就是中东大选 谁来真正的促进经济 谁来真正的做生意 我觉得这个其实一个比较 很明显这个差别 各国的政治领袖 跟经济的这些主管 也都看得很清楚 是 请教小舰长怎么看 我们这样讲 现在埃班尼斯要在今天 从今天开始 一直到7号访问大陆 其实他也就是这7年以来 其实这个时间非常长 这7年以来首度访问大陆的 澳洲总理 之前是因为对于中国 有非常多敌意的表现 现在慢慢的发现 这条路走不通 因为这样走 不但扼伤了自己的经济 而且政党就被轮替 所以现在慢慢的 这件事情解冻 这件事情解冻 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达尔文港 现在说诸约取消的这个问题 其实并不存在 然后接下来 我们常常谈到的AUKUS AUKUS我们觉得当初 说美国要对澳洲 输出3到5艘的 Virginia级的核动力潜舰 现在美国似乎好像 永无止境地在拖延 拖延什么 因为其实美国要输出这些装备 要通过一个国际武器贸易 条例的修正 可是这个修正案本身 众议院的议员说 他在8月的时候说 早就应该修正了 8月到现在又三个月了 有看到修正吗 没有 也就是对于澳大利亚来讲 他看着这个获得潜舰 其实是一条漫漫长路 而且这个潜舰非常贵 那不如先赚钱 而且碰到了另外一个 爱之更适足以害之的日本 他在排放核污水 他排放核污水的时候 大陆不买日本的海产 这个时候就给了澳洲的机会 所以我们这样来看 也就变成说 现在澳洲有各种的机会 而且澳洲慢慢想清楚了 他真的需要那一些核动力潜舰吗 因为大家都说 他其实他的核动力潜舰 是为了要来支援台湾的 如果说他继续维持 裁电潜舰的话 事实上从澳洲到台湾来 已经没有 就是没有办法提供任何支援 可是如果他是核动力潜舰的话 可以在台湾东部的菲律宾海 可以有73天 其实这个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的看法 对于澳大利亚来讲 他不是这样想的 他在确保他自己的海上交通线 跟这些东南亚国家 现在看来这些问题 他一旦跟中国修好之后 这些问题都不存在 是那请教兵哥怎么样来看 好原因是因为现在看起来 就是大家都要做生意 所以美国他们也派人来了 那所以这个直视在转换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在问 第一那你们之前怎么讲 这样经济的 第二你现在派人来了 那什么态度呢 金博会美国过去 其实是不需要参加 他觉得这个没什么了不起 而且美国其实有一点 半抵制的状态 就是说中国大陆做的东西 我们通常不会参与 可是现在他也参与了 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形势比人强的问题 因为现在很明显的 美国在全世界各地参与战争 可是中国在全世界各地干什么 帮你搞基建做生意 那你觉得对世界上 绝大多数的国家来讲 他会欢迎哪一种 有哪个国家喜欢战争 有哪个国家喜欢做生意 我想这是非常明确的东西 那所以我觉得 美国自己要去思考一个 最基本的问题就是 并不是中国人要去跟你争什么东西 而是中国人其实是在做生意 就是你赚钱我赚钱大家都赚钱 这样不好吗 人类一定要战争吗 人类一定要彼此争权努力 我们大家一起赚钱不是个好事吗 所以你看 他为什么要办进口博卵会 其实很少国家会办这种东西 大部分的国家是办出口博卵会 想赚钱 对 要去赚别人的钱 可是中国大陆是因为 他的经济这几十年 一直在飞越成长 所以他对国外出口非常非常多 他跟很多国家对他来讲都是贸易逆差 所以他就是为了平衡我们 大家之间的关系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如果我一直在赚你的钱 你当然会对我不太高兴 你会觉得我好像在剥夺你什么东西 所以中国大陆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我也不要说我都在赚你的钱 我办这个进博会 让你们东西可以进到中国大陆来 对啊 这样大家就没有怨言了 你也可以赚我的钱 所以他办的目的是这个 所以越办越大 越来越多厂商参加 美国也来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重要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世界已经转变了 美国过去的失误还是认为 反正武力就是强权 我有武力在手上 我就压迫你非听我话不可 可是中国大陆用的是另一招 我就是跟你做生意 你觉得有钱赚 你自然会做我朋友 就是这样子 你看爱班尼斯跟以前就不一样了 以前大家这样对抗很辛苦 请问一下澳洲的好处在什么地方 我一直觉得澳洲跟中国大陆对抗 是完全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 我从来不觉得中国大陆想要侵略澳洲 我不认为 中国大陆大概 对这些东南亚国家也没什么兴趣 也不会去侵犯澳洲的权益 澳洲何苦去跟中国大陆作对 完全没有意义 所以因为中国大陆不会对澳洲 形成安全上的威胁 所以现在爱班尼斯 你看他一解冻之后 马上很多生意都可以做了 过去这些关税的问题也没有 现在又可以见到习近平 大家彼此这样不是很好吗 我们讲到的是终于7年了 澳洲总理又可以再一次的去访中国 现在来看到的是 他现在是用中文直接致谢说 希望晋博会能够加强中澳之间的联系 他第一次以中理的身份到访中国 他的讲法就是 我们希望能够建设有建设性的经济接触 所以他抵到上海的时候 中方对他是非常非常礼遇的 来看看这个画面 当时下飞机还特别帮他铺了红地毯 是以迎接贵宾的这样的一个规格来迎接他 同时包括了中国驻澳大使 还有澳洲驻华大使 通通都到现场 还有小女生来帮他献花 那这一回他一到上海 马上就跟李强见面 大家也看到了他跟其他进博会的外国领导人有合照 他说自己其实非常开心 2016之后就没有再有澳洲总理来到中方访问了 他希望未来几天能够继续两国之间的对话 因为这一次应该也会见习近平 那大家就来讲了 到底澳洲人期待他这次来访做些什么事情 据说有三点 一个贸易关税这当然就最重要的 原因是因为先前的一些中澳之间的冲突 造成很多品项 进不了中国 再要一个就是说 有在中国被囚的澳洲公民 以及人权议题 可是爱班尼斯重点放在经济 因为他就直接讲了 他看到两国稳定带来的好处 就是过往木材大卖 甘草卖不过去 现在通通解禁 葡萄酒现在解禁了说 从上个月已经开始同意对他进行快速审查 所以可能明年三月之前 澳洲的葡萄酒有机会在北京重新上下 澳洲的贸易部长就直接讲了 说包括了龙虾 包括了牛肉 这一些通通他们也都在进行游说当中 两国的好互动已经开始渐渐的在显现 这里头澳洲这边也很希望把熊猫先留下来 原因是因为两只大熊猫 他们停留的时间说快要到期了 所以现在希望说能不能展颜 让他来到澳洲之后 可以多待一些时间 让澳洲的小朋友也认识 看看亲眼见见大熊猫 同时大陆媒体这边则是直接讲 好事这当然都很好 但是他们也知道 这个AUKUS现在澳洲能不能排除一些美国干扰 用语很直白 就是不要再搓眼睛 不要再踢小腿 他们讲7年了 好不容易现在才判到了一个U型 这个U型有没有办法直接变成一个J 也就是让这个往上拉抬的绅士 再往两边都好一点的好处去发展 这就是双方基本上在做生意的人都很期待的事件 其实美中双方现在也需要营造一些好氛围 11月17号要去真的习近平去了 要有一个拜席会的话 彼此还是希望能够好好沟通 现在看到了在维也纳这边上演了外交政策磋商 双方派出的是政策规划司的司长 可是也有人在讲 这场11月1号在维也纳进行的外交政策磋商 因为双方的等级去的外交官员不是特别高 所以他们现在就讲说是不是基本上谈不了什么大事 对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影响力有限 但对话总是好事 只是现在也看到拜登好像有不同的想法 比如说他也开始跟拉美的领袖加强经济关系 用语是这样您来听听 他说了他要承诺美国在区域里头的投资 强调我们都是好邻居 你们可以做出真正的选择 可以不必落入债务陷阱 他愿意提出的是一个建设的替代方案 这讲来讲去不就是在剑指中国吗 但是现在拜登也有可能的是 因为重要还是要选举 今年他可能不会再出访了 也就在APAC之后 他之后也不会去所谓的气候峰会 本来说要去欧非洲访问 现在恐怕也通通都会跳票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哪里 还是在于现在在美国俄乌战争 他们必须要好好的来了解 以及要好好的来援助 在以哈呢现在新烧起来的这个部分 也要好好的来处理 对于拜登选举才是要务 回过头请教兵哥怎么样来看 澳洲终于艾班尼斯上任之后 不断的释出善意 现在能够再一次访问中国 艾班尼斯其实上任之后 就一直在化解他跟中国大陆 过去的这些旗舰 然后现在慢慢看起来两个 两个国家之间就是 融兵还融得蛮快速 艾班尼斯也到大陆去访问了 接下来未来两国之间的相关的关税 过去一些抵制的一些商品 应该都会重新恢复交易 我就想就是请问一下 就是经过这七年的时间 请问一下澳洲花了这七年 到底达到了什么目的 获得了什么利益 他协助美国去对中国大陆进行抵制 然后跟中国大陆这样相互报复的结果 结果请问一下这七年 澳洲人获得了任何好处 是提高了澳洲的安全吗 还是提高了澳洲的国际地位 看起来都没有 看起来就是白白浪费了七年的时间 让澳洲人有七年的东西 很多东西卖不到中国大陆去 这个对澳洲人来讲 看起来只有损失 看起来没有获得 我是不知道获得什么东西 所以我个人认为 艾班尼斯上来之后 你看他也并没有放弃 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他还是跟美国蛮紧密 只是他在缓解他过去跟 澳洲跟中国大陆 针锋相对的这种冲突 我觉得他算是满成功的 也就是我还是跟美国站队 我还是AUKUS的议员 我还是五眼联盟 但是我跟中国大陆也没有必要 交恶到这种程度 该做生意还是要做生意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确的方向 也就是这才是为澳洲人民的 扶持在做打算 而不是像过去的 好像只是闷头跟着美国走 然后完全没有想到 澳洲自己真正的核心利益 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澳洲的这个做法 会让其他国家大概也看到 就是你跟美国走得这么紧密 请问一下到最后美国也许获利 那你获得什么利益 至于说中美现在看起来也在降温 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所以APEC我认为习近平是 非常有可能会去 因为包括李家超的事情 已经解决了 就是双方也做出了让步 然后我觉得私底下会有一些 双方一些磋商还是会持续进行 那当然到现在为止 中国大陆还没有真实宣布 所以可能还会有一点变数 但我看起来是蛮乐观的 也就是说中美之间是开始在降温 因为对拜登来讲 乌尔以哈已经让他心乱如麻 你这时候再去跟中国大陆 提高冲突的这个层面的话 我觉得对美国是不治的 所以我觉得他一定会试图去降温 只是问题是 这个也只是降温而已 不可能双方的斗争 未来几十年都会不断的在发生 也不会因为这样就言归于好 是 请教杨老师 你怎么样来分析 我第一个我看埃曼尼斯去大陆 我就想到当年澳洲因为出口 这种原物料等等农产品 到中国大陆很多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有一度 他的货币比美金还大 就是我们对台币 它是超过1比30 现在是1比20亿左右 很低了 就是因为少了这一块 我觉得他整个经济 所以埃曼尼斯一定知道 就是十几年前的时候 那个时候澳洲靠着中国大陆的市场 真的是赚够了 真的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他这次去上海 去参加这个进口博览会 你就可以想象这个进口博览会 是过去6年到2018年开始 但另外一个更早的博览会 我比较熟的广州博览会 1993年那是主要是大陆出口 所以就看了25年30年之后 大陆就变了 大陆不是只靠出口了 他现在的进口的吸引力可能更大 大家以前都觉得大陆就是一个制造业工厂 很会制造很会出口 可是现在他们的购买力那么强的时候 大家为了自己的出口也都要去大陆 我觉得这个是埃曼尼斯看清楚了 那也再回头来想一想 澳洲从1970年来走出了所谓的 白俄政策之后 他就要决定说我到底是白人国家 还是亚洲国家 他以前一直觉得 他是跟英国跟美国跟加拿大这样子的 我们讲的这种五眼联盟这个 可是他位置又是在亚太地区 那个时候澳洲就已经在80年来 就已经决定要走亚太的路线 所以才会有APEC APEC是澳洲提出来的想法 所以澳洲就要带着纽西兰就进入亚太地区 结果没想到美国又把他拉了 变成跟中国大陆有些对抗 我觉得他做了一个蛮聪明的抉择 就是现在我两边围持 因为我发现就像台湾或者其他国家一样 你担心你的安全 老美还是会有一些帮助你 可是你的经济还是要跟最主要的 你的经济伙伴 贸易伙伴来往 所以这个大概不会有问题 我觉得今天APEC应该就是已经铺陈了那么久 就应该是绝对会成形 就是他们会真的坐下来谈 因为如果今天我们讲个最简单 习近平如果去参加APEC 没有峰会 那就最奇怪的 就是你到了美国不是别的国家 你到了美国竟然还不去办峰会 这个是有点怪 所以他如果会去就一定会有峰会 然后再加上10年前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 他就跟欧巴马在加州走过庄园 穿个白正衫走过 大家说要不要恢复一下当年的氛围 对不对 太平洋够大 可以容忍两个中美两个大国 我觉得不一定能够回得去 但是氛围一定可以制造出来 就是美中之间可以化解一些比较大的矛盾 是 倾向张俊 这次埃班尼斯去 其实就是为了经济 为了赚钱 因为这次去他配合做一件事情 就是刚刚言教授的时候讲 进口博览会 这全世界大概就中国会办这种博览会 进口博览会 就是说你们有什么好东西 来 过来这边我摆摊给你们 你拿来 我跟你买 你知道前五届已经办了 总共卖了多少钱 买了多少钱 3500亿美元 你看多好卖的东西的机会 不是光爱班尼斯去 连美国也组一个最大的贸易团过去 对 他去卖什么 卖农业的产品 代表团也过去 我们要知道之前是一带一路的峰会 那时候那一带一路的峰会 刚结束没多久 一带底下他们在那边互相签贸易 总共就签了 现场签了就300个贸易 总共签的金额有多少 974亿美元 一带一路的峰会 之后就是严谣所所讲的广交会 广交的这种博览会 其实有多少 有总共有7.4万个摊位在那边摆 所以你看中国现在来讲的话 他现在进口博览会 也就是说你愿意来都来 全世界有多少个国家去 全世界目前来讲的话 有其实154个国家或地区来参加 其中有300个企业 去那边摆这个摊位 然后要卖东西给中国 澳洲爱班尼斯怎么会放弃这个机会 我觉得说我们讲一句话 其实不管是政治 军事 或者是外交各方面 其实对这些民主最重要是经济 对不对 你经济好的话 你人民有钱 人民才会支持你 所以我觉得你军事外交 大概就是兵凶占围 那个不重要 重要是你怎么样 让我们这个农产品 可以卖出去 然后替国家争取利润 照顾好人民的生活 台湾话讲得很好 一帕冲突 现在巴勒斯坦这里是人间煉狱 但是有一个地方叫做歌舞生平 怎么说 这个是中澳七年来首次总理 澳洲总理 澳班尼斯 爱班尼斯到达了上海去访问 双方过去很你来我往的冲突 这一刻完全解封了吗 在机场受到的大规模高规格的欢迎 机场小林海送花 李强跟他一起走红毯 那么同时也对于中国距离成 能备意义的国事访问 那展开了数十亿美元的相关的沟通 开展新的双边关系 先来听听他最新的谈话 他也特别用中文讲了谢谢 那这个场合里面 他在李强后面致死 同时他还在到进博会里面去 澳洲摊位拿着龙虾来展示 赶快来买 表示说以后龙虾总算可以进到中国 我们回来了之类的 那么当然这一趟访问贸易可望大跃进 但是安全问题呢 有没有可能让步 爱班尼斯访美的时候 就跟拜登承诺说 积极在南太平洋这边 要削弱北京的影响力 那澳洲外长黄英贤也公开说 澳方有意跟北京建立新的稳定关系 但不会在区域里头的纠纷或经济胁迫 关键忧虑上让步 这是鹰派的说法 所以一边要让美国放心 一边又要跟中国展开各种贸易的合作 那么澳洲总理访华大陆媒体说的是什么 呼吁排除美国干扰 只要美国不管就好了 不要再戳眼睛踢小腿 中澳关系回暖 包括大陆的政府这几个月 放松了对澳洲的大卖 煤炭这些各种进口 虽然龙虾牛肉的商品 还有限制葡萄酒关税审查 还在等结果 预计这趟爱班尼斯 如果访问都顺利 都和缓快乐乐的话 说不定接下来访华期间 就会全面的开放了吗 所以美澳之间 本来是美国在这边当地的 第一警长不是吗 现在身后的安全关系 有没有可能让中澳关系 仍然有不稳定的因素在其中 中国官媒说排除美国因素的干扰很重要 但是在于中国对于世界 美国干扰怎么排除 中方的做法 日经新闻的报道 中国已经持续在减持美国国债 到8月底的数字算一算 已经创了14年的新低 很多分析师甚至认为 这个减持40%的这样的做法 是抛售的概念了 而中国货币当局为了支撑人民币 也带头抛售 让最近美债暴跌 那都是中国害的这个概念 但是最近亚币真的是大跌 美元暴涨都跟战争因素有关 但现在如果进场去买美债 是接刀子还是抢便宜 现在各种说法跟投资方看法都有 但是超底的美债 现在已经成为华尔街 明年初投资展望的第一个名牌 就是说美债殖利率接近升息循环高点 如果长期这个债券 还要继续走高的话 到底要不要投资 还是被洗盘 投资人也都戳在蛋 但世界经济随着美中竞争 的确在很多分析里面 都呈现一个所谓分边 只能选边的概念 世界供应链被打乱了 牺牲的当然是全球的成长了 亮哥怎么看奥巴尼斯到中国的这个动作 奥巴尼斯事实上有在一个议题上 做让步 就是达尔文港 中国大陆有租 那要经营 那本来被卡住了 因为那个当然是美国介入的结果 就是达尔文港附近 有美国的军港之类的 奥巴尼斯就在商延商 说这个距离很远 不至于造成军事上的困扰 所以他就核准了 但可是仅止于此 其他的真正的安全问题 这个就牵涉到他怎么认知 他所处的国际安全环境 讲白了澳大利亚又没人要打你 可是你整天到晚你就想进第一岛链 就简直是莫名其妙 澳大利亚距离中国大概有5000多公里 你周边的安全议题 应该是南太平洋跟印尼 你怎么会想要有核动力潜艇 你是要干嘛 核动力潜艇就是哪里都可以去 你又不是像美国要去主导七大洋 对不对 难道奥巴尼斯要来主导第一岛链吗 我是说澳洲 这个不可思议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思考 就是他一直认为他是Anglo Saxton 所以我应该维护我们Anglo Saxton 亚洲帝国 所以我要扮演一个角色 你如果不是这样思考 你不可能有这样的安全战略 就你就做你的周边就可以了 而且你的GDP又不是很高 你要花那么多钱 去发展核动力潜艇 你可能更需要的是 周边的巡洋舰 护卫舰之类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 只要你那个认知你就卡在那里 你认为你是Anglo Saxton 而不是亚洲人 或者是你这个 以美国为主的这个全球安全战略 我们要做配合 那基本上就没有解了 因为日本人家就在第一岛链 所以日本跟美国 在第一岛链上的合作那可以理解 你澳大利亚已经在第三岛链了 那你是干嘛 你怎么那么热心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更热心的奇怪国家叫加拿大 加拿大三不五时就来南海 到东海来协助巡弋你知道 这距离你一万公里以上 这个就是 我认为这个就是加拿大跟澳大利亚 自己没有办法脱离 自我的那个认 我们叫Adenity Adenity Adenity会决定你的安全策略 没错 那加拿大本来就美国的小跟班 完全可以理解 因为加拿大的出口有72%到美国 所以加拿大听美国大哥的话 我比较可以理解 你澳大利亚不是 你35%的出口是到中国大陆 结果你跟中国大陆对着干 你是不是头脑有问题 所以现在去 所以他就有点尴尬 这个只是劳工党 自由党如果有机会回来又回去了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恐怕是澳大利亚的根本问题 这个就跟他当年在1970年代调整那个白澳政策 那个就是一个大改变 所以他现在有很多亚裔 那我认为他的国家安全战略 事实上早晚会调整 我觉得纽西兰就调整得比他好 纽西兰就说我就是亚洲国家 我就是南太平洋国家 我不会胡思乱想 去想说我是伟大的 Anglop Saxton帝国的成员 大概是这样 就不从这里改是没有办法改的 所以安排您是这次访中受到热烈欢迎 有没有机会真正的改变澳中关系呢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当然中澳关系在僵持的一段时间之内 总理访问中国 这次受到热烈欢迎 看起来双方有解冻 或进一步更多发展的可能吗 埃班尼斯是澳大利亚的韩国语 国防靠美国 经济靠中国大陆 所以他玩这个平衡游戏 到目前为止好像还可以 如果中美的关系没有继续紧张下去 他玩到这个程度 可以从中国拿到大龙虾 葡萄酒 各种农产品 矿产的订单 对澳大利亚的经济会 非常有大的帮助 因为他们除这个以外没东西格卖 对美国现在运气也蛮好的 趁着拜登焦头烂额 好好 你随便 不管你 你这个副警长角色他也不管你 澳大利亚不是亚洲 之前就被美国转走 对 你讲那么白干嘛 澳大利亚是大洋洲 不是亚洲 所以他们天生的 所以更远 更远 所以他跟天生的就有这种 跟亚洲有一种文化的 一种空间的一个距离 不怪他 但是你想要从大洋洲到亚洲来伸手伸脚 不是聪明之局 这个还是纽西人比较聪明 但最近很多人在讲说 尤其日本人不断讲说 中国大陆在减持美国的公债 然后是为了捍卫人民币 这两码之势 为什么 因为没有错 要捍卫人民币的价格 就要卖美元买人民币回来 中国人民银行要卖美元 是不需要卖美债 因为他还有两兆的美元存款在那边 美债也不过是八九千亿而已 你卖美债能够捍卫美元 这个说不通的 你就直接把银行存款两兆拿出来 捍卫就行了 干嘛去卖美债 这第一点说不通 第二点 现在美债价格在相对低点 美债的利息在相对高点 所以中国持续卖美债是赔钱的 那为什么要继续卖 一定是为了国家安全 你说买了一堆美债 给美国政府的钱 不是给美国企业的投资 给美国政府企业的钱 美国政府拿这个钱来打你中国 在政治逻辑上 是怎么说都说不通 所以是为了赔钱 在捍卫中国的国家安全 可是我去年二位叫你卖 你偏偏不敢卖 你卖到最低点 现在的美债的在最低点 可不可以进场 民间是可以进场 因为没有国家安全的问题 未来美债的只会上涨 不会跌 也就是说它利息又维持在高档 你就等它哪一天跌下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多人认为是好的投资机会 我也是这样的一个看法 世界经济会不会牺牲全球成长 是因为美国要打压中国的绝情 当然会 美俄之间的矛盾 产生乌克兰问题 对经济有很大伤害 美中之间的矛盾互相制裁 当那也会对世界经济有很大的影响 这个我们只能听天由命 而且还有战争更多恶劣的因素在当中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当澳洲关系在改善的时候 整个国际局势也在变 那么抗中的氛围 在美国的大警长 是不是会变呢 左教授 好 我觉得澳洲的这个模式 其实最重要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先例 就是怎么样跟中国大陆改善关系 现在中国大陆也非常肯定澳洲的做法 那美国也相对来说 也非常支持澳洲的做法 所以它创造了一个 美中之间的一个交集 那它怎么做的呢 第一个其实也非常简单 就是在言辞上做了修正 其实看起来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可是这个对于双边关系 是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在国际关系理论讲了建构主义 就是说我们通过我们的言辞 不断地创造双方 进入一种所谓可以友好互动的 这样子一个氛围 那就会实质上去改变它的关系 澳洲采取就是这个做法 所以然后再一步一步去解决 双方的一些难题 包括贸易上的一些争端 那你看现在中国大陆去 解除一些对澳洲商品的禁令 然后澳洲也撤回 它在WTO这个诉讼案 那这个其实就是双方各有一个善意 然后现在大陆 中国大陆也释放了这个陈雷 就是先议后难 一步一步把双方的这个难题 逐步地去解决 但是这个的第一步是什么 就是你延迟嘛 你能够通过延迟 向对方释出善意 然后对方也能够有回应 当然双方的高层的沟通很重要 所以赖清德一直说 这个所有的对话 如果是九二共识的话 那就是出卖主权 可是我要告诉大家 如果你没有对话 就不可能有互信 没有互信就不可能有这样渐进的改善 所以不只是澳洲如此 美国不是也这样吗 美国也通过各种管道 去跟中国大陆对话 然后尝试要去缓解双方的关系 所以艾巴尼斯去美国见拜登的时候 拜登也表示说 他也很珍惜跟澳洲的关系 澳洲是美国全球战略里头 非常重要的一环 他甚至叫做什么 创新的联盟 那这个意思就是什么 他对于澳洲跟中国大陆改善关系 他是乐观其成的 而且他认为跟美国全球战略 是不谋而合的 我觉得这一点 民进党一定要看清楚这一点 不要再去诋毁 任何可以创造两岸对话沟通之种